hiho 大家好 我是小豬 今天又來到我們的豆獨桌系列啊 今天要來挑戰製作的是炸鮮奶 那其實炸鮮奶呢 顧名思義呢 就是炸鮮奶 它原料就是有鮮奶 ok 然後呢 其實它這個跟雪花糕的製作原理差不多 就是用玉米粉固定液體 然後固定好之後呢 把它沾粉下鍋炸 就是這樣的一個概念 Let's go 這是做炸鮮奶需要的材料油 這是牛奶150cc 這是玉米粉30克 這是牛奶100cc 它們會有不同的功用 這是酥姜粉100克 砂糖30克 煉乳適量 奶油 根據你喜好 可以做調整 我是很喜歡吃奶油 所以比較很多 好 我們現在要把玉米粉丟到國外鍋一分鐘 用了一分鐘之後 我們把玉米粉變成熟粉 然後我們就要把玉米粉加到這個 比較少的鮮奶 要把它們溶解 現在要邊攪然後邊下 慢慢下 下這個玉米粉加牛奶 我們現在要讓它攪拌大概25分鐘 好 差不多了 關火 關火 這個鍋子倒露真的很快 好香喔 然後把它蓋起來 對 就乖乖地藏在這裡 我們現在把它放到冷凍庫之後呢 等它完全冷卻 我們就可以下鍋炸囉 好 它現在已經冷了 變成一個鮮奶豆 然後我們再把它切 然後我們再把它切 好 加水 好 餅乾 好 我 necessarily在家裡 好 聽話 好 廑爾 好 廑爾 好 可以 好 終於 其實做我很快 炸也很快欸 那我先來吃 真的超好吃欸 我覺得比外面超好吃 奶味就非常的濃郁 你加上 它裡面是糟體 其實你咬下去的時候啊 那個濃郁的奶香味不會在你的口中一下就化開 它是慢慢慢慢的 然後劃髮這樣子 然後外面的粉我覺得也加了很多的粉 就是它薄薄的一層 然後吃起來其實不會太膩 超好吃 我覺得很好吃欸 我覺得如果這裡對夜市的家庭 非常喜歡的人可以就是在這裡吃吃看 如果喜歡奶香會很濃很香的話 你可以加奶油跟煉乳 就像我的師傅一樣 這樣配起來吃 真的真的超好吃的 而且甜而不膩 我覺得 這是我近期以來動手動作的最喜歡的一次 好啊 今天這個炸鮮奶挑戰成功 好啊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啦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幫我點喜歡 並且分享 希望不要忘記訂閱我錄的頻道 還有記得分享 按鈴鐺 歡迎觸碰按鈴鐺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給我一隻酒 給我一隻眼 雙龍就走 我有的世界 我不 不行 這樣會不會淘版權 那還算了 哈哈